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這一節是問答環節 我們的嘉賓是事務總監郭師治郭Sir在旁邊 郭Sir你好 你好 想問郭Sir那片問題的話 爭取時間 你有十分鐘的時間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或者將問題電郵給我們 訂閱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接聽一位嘉賓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這次就有鄧先生 鄧先生你好 你好 早安 兩位郭Sir 請講 我想問598 現在他 即是說那個估值高不高 值不值得入呢 還有多少可以入 還有目標價 麻煩你 好 好 見到就是中外運 現在這一刻正在做5.83 跌5先 這隻是598 早前來說 澄清相關的附屬公司違規 見到就是和它無關的 已經澄清了 但是附屬方面違規的情況 真的不關它事呢 暫時見到股價方面反映到 都相信公司的說法 股價隨之言回升了 回上來就是5.8的位置 現在這一刻 暫時來說都跌超過1% 郭Sir 家庭觀眾問 股值方面貴不貴 這一刻買不買得過 以往值來說 22倍的市盈率 就不算特別貴 因為內地的文流市場 發展空間真是很大 但是你說 認真便宜老實說 就不是了 早日就有些負面的新聞出來 令股價單日跌至4.2% 其實後來事件就得意澄清 但是一隻股份 能夠因為某些消息 或者某些因由 而出現單日的這樣跌法 其實來說 我都覺得是很驚奇的 股物論如何都好 這些是防不勝防的 就算你說買入了這隻股份 我準備了一個技術上的止洩位 它一插就穿了 到你真的想沽的時間 已經是跌了可能20%或者25%去 如果真的很不幸 摸著低位來沽 算了 沽了去 那就閉加火了 一個反彈回上來 欲哭無慮 股物論如何都好 相對6.1元 人錢回下來 現在技術上是有少許回套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5.74元 我就等一等看看 5.74元的防守性 如果不失的話 問題就不大 始終來說是高台整股 但是空間就不太大 因為初步看 6.1元錢是一個初步的阻力 就算拉高一點 6.5元 一個月的高位 或者一年的高位 那個阻力 都會比較大 上面的空間 都是幾毫子 暫時來說 技術上做一些風險管理 比較好 如果現在買 不過我寧願等一等 看看5.74元 一個星期的低位 防守性 一旦有失的話 可能股價會下深一點 都不頂 其實這一陣子 來到現在這分鐘 它的走勢都是強於大事 不要忘記 指數今天最低見過 是23253點 但它的股價一直都是咬在高台上 好不好就見仁見知 我自己覺得 與大市同步的股份 真的比較容易捉摸 如果你缺離了大市的形態 而跌的時間 你反而一直是高企 等於升的時間 你一直是低企 一定有些原因在這裏 最好暫時等等 5.74元 一個星期的低位 一旦有失的話 另一個防守性的支持 就是65.6元 如果跌積了5.6 調整幅度會深一點 你要留意這一點 畢竟由低位上來 已經幅度很多 我認為暫時等等 好 幫到你了 鄧先生 目標價去到哪裏 暫時的第一個阻力 剛才說了 就是6.1元 再向上看 一年高位6.5元 即是上面是幾毫子的空間 不過下面的防守性 就相當重要 似乎你真的很想買 如果你真的要買 就給你一個止虧 5.6元 跌穿了你就要止虧 好 多謝了 就是這個家庭的觀眾 要注意看電郵方面的問題 有個電郵 是由Grace 攀青 想問一下 三百百港交鎖 在高位置 182.3 買了港交鎖 但今天跌到164元 想問一下前景如何 看到護港通 令港交鎖 升了那麼多 但亦是護港通 令港交鎖跌了那麼多 現在回到166.3 跌的是百分之一 其實看到這樣 都挺深入的 長線來說 可不可以先拿著先 先在網上 沒辦法 現在都要局拿 可能去到180元 回到182元 就貪便宜 其實 在形態上來說 真的跌得比較明顯 因為早前來講 港交所能夠上到180多 計熱 試到189元 大家衝勁 湖廣東一啟動 時間就爆壓 情況很熱 港交所受惠 但直到現在這分鐘 冷冷清清 一點都不爆壓 反應是一般 可能內地股民 對香港股票 都要有些認識 了解後才開始做一個部署 但無論如何 市場早前股值比較高 情緒上比較熱 情況不是這樣 高追了那些當然是止虧 低渣那些 老老實實有錢賺 都會先避一避 185元的回套 第一個低位是162元 之後回到189 再回到今天162元 又跌不下 162元 形成一個雙底 不過相對182元來說 現在價格低了 我不會建議止虧 如果是可以的話 就暫時先觀望 股價升股價跌 其實很多時候 是受到衍生工具 或者市場資金去追逐 就算利好因素不差的話 有時候股價的表現 都未必一定跟大市同步 但唯獨是港交所 我就覺得問題不太大 反而跌多一點的話 我認為可以再加住 不過現在這分鐘 暫時等等 首貨先保持 好 希望幫到Grace 要聽回電話方面的問題 第一旁邊有李小姐 早晨 早晨 郭Sir在旁邊 有甚麼想問 我想問一下 700 那位可以買 另外2196 其實跟A股的差價很遠 是應該買A股 還是買港股 先說騰訊 好嗎 騰訊現在這一刻 正在做125.7 今天升任百分之一 連續三日跌下來之後 來到100天線 左右附近 今天有一點支持 今天又有一個反彈 回到百分之一 家庭觀眾想買 現在買好嗎 郭Sir 其實你不介意短期的少少反覆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不過當然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 現在你說抱著一個短炒心態 都好像不是那麼適宜 我承認 跌得比較多 市房是會有少許技術上的反彈 但問題是 反彈過後 始終都要面對技術上的回落 尤其是現在市房 還是比較繁複之中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123至125元 是可以輕輕賣一住 但千萬保護 今天賣明天有錢賺的心態 順帶一提 整個大市現在處於一個 先高後低的形態當中 如果技術上再向下走的話 可能會試一試 大概2萬3千1座的水平 你介意三幾八點反覆的話 就等一等 或者期之轉倉結算 時間施所做考慮 如果不介算 就輕輕賣一點 問題不大 至於現在96 其實A股現在的價格 我看到 大概20元8毫半左右 沒錯 用一個深算來計 大約是24至25元左右 相對H股來說 A股是便宜的 現在有護廣通的機債氣度 的話 的確可以考慮 賣A股 不過當然不知 首先 要了解 A股的勢頭 仍然處於一個不明之中 直到兩地市場的氣氛 開始熱 相關股份的走勢 才開始比較明朗 現在這分鐘 暫時來說 都處於一個反覆之中 爭取時間 看看EDIT方面的電郵 想問3355 今天來講的移動股 都超過13% 現在這刻做的是7毫9指 也是今天來講的高位 先進半導體 假定觀眾 在6毫9指買了 想問短線目標多少 但又問一下前景 可不可以中線持有 應該怎樣看這隻股份 半導體的股份 其實市場的賣點 只是一般 況且以往績來說 現在是70多倍的市盈率 就算今年業績稍為兩例 估值也不算便宜 你問到我的目標多少 現在這一分鐘 已經創了一年以來的高位 反而任何追入 先拿技術上的止蝕位 一個月的低位是5毫3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6毫2指 如果你說在現在的追入 我想放低技術上的止蝕位 在7毫指比較合當一點 目標可以看8毫半 9毫指都可以 因為已經創了一年的高位 換句話來說 在技術形態來說 它是優於大市的 我也順帶一提 在6月、7月 當時的股價 仍然是3、4毫指 相對現在已經升了一倍 所以如果你在高追角 一定要緊守風險管理 暫時只蝕是7毫指 目標可以看8毫半 或者8毫半都可以 但不管怎樣都好 因為處於一個歷史高位 一旦回頭 最重要是止蝕在哪裏 目標有多少 在那一刻已經不重要了 好 謝謝這碟的提問 也謝謝郭Sir的查詢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過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為五間總結 大家不要走開 因為稍後還有郭Sir 跟大家講講A股和港股 最新大市的表演 稍後再談過